据台湾媒体报道,依然李志颖2009年喜活到儿子Kami,隔了6年再得双胞胎儿子Jason和Kason,也因此哥哥的责任心特别大,总会帮忙爸妈照顾弟弟们。 3日他上传了一张孩子们一起溜滑梯的照片,感叹,以前把鼻带着你溜滑梯,现在看你带着弟弟们溜滑梯。 李志颖儿子Kami时常主动帮忙爸妈照顾弟弟们,先前也曾曝光过帮忙推婴儿车的照片,相当懂事。 李志颖三日看着他们兄弟的身影,忍不住按下快门记录感叹,以前把鼻带着你溜滑梯,现在看你带着弟弟们溜滑梯,看着心好暖。 照片中Kami紧紧缓抱着弟弟,慢慢地从绿色的溜滑梯滑下来。 为了注意眼前的安全,全程挖着头,认真地盯着前方,进行温暖的哥哥姿态。 说起晒照就在不久前,李志颖在脸书晒出三儿子一起玩耍的照片,Kami贴心照顾弟弟的画面,让他忍不住感慨,小黑鸣慢慢变成大黑鸣哥哥。 4月3日,叶依倩在微博上分享了你儿Cindy的一个短片,短片中Cindy宛如一个调皮的假小子,灵活地爬上一段栏杆,还来了一个360度的旋转落地。 看到此情此景的妈妈叶依倩,只得无奈表示,孙小蝶,你真的是越来越淑女了,网友却纷纷为孙蝶的运动能力点赞。 哇,运动小尖叫,美害了孙蝶,还是风一样的女子,而在前不久,叶依倩也在微博晒女儿孙蝶照片,并写道,孙蝶突然跟我说,妈妈今天我朋友的哥哥追我,她12岁了,然后就一直追我,追了好久,听到这里,我百感焦急的心已经有了该怎么正确引导她的100种方法。 不料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,她知道了我就问,她妹妹在哪里,我说我咋知道你妹妹在哪,风一样的女子,谜一样的点,是妈妈想多了。 长片装三叠穿着紫色运动裤,蓝色上衣,扎着长长的马尾,穿着溜冰鞋还在打篮球,十足的女汉子。 据台湾媒体4月3日报道,吴琪丽与小龙女吴卓琳母女失和,她日前罕见大动作,召开记者会,控诉成龙17年未给予经济援助,不闻不问。 吴卓琳则远走泰国清迈散心,二日返港却惊传因情绪问题住院。 据报道,吴琪丽3日一脸憔悴出门,嫌叹气,我不会讲,不要跟着我。 称女儿只是17岁的女孩子,一直希望媒体不要过度关心。 被问道是否澄清吴卓琳自杀传言,她说,我的样子还比较像自杀,记者会已经讲清楚了,不再讲。 她也证实女儿住院中,几时出院,吴琪丽则说,真的不知道,我现在要处理。 下午2点50分,吴琪丽和友人现身香港中环新委大厦。 新委大厦有医生大厦之称,除了普通科,最多的就是精神科,疑似为爱女寻找精神科医生。 下午5点多走出,一人到万一大厦取车,上车后吴琪丽全程不发一言。 此前,有传吴琪丽担心女儿精神不稳,希望女儿继续留院观察直至康复为止,似乎是为吴卓琳日后住院观察做准备。 而吴卓琳被挖出去年在脸书以英文提过自杀问题,对于被情绪所苦的人颇具同理心,她从报警抓母之后就不曾露面,情绪问题令人担忧。 王凯低调现身机场,这件当天,她炫彩墨镜遮面,头戴黑色鸭舌帽,上穿金绿色休闲服,内搭黑色打底,下穿黑色休闲裤,脚踩黑色运动鞋。 将老干部包写款腰间十分低调,她更是以胡茶造型现身,为她增加了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。 王凯和随听人员直奔直接柜台办理成绩手续,王凯亲自交涉,态度超级温柔,柜台工作人员也认出是王凯,感到受宠若惊,笑意连连。 是不是也觉得我们凯凯王除了长得帅,现场版的低音炮也是相当好听呢? 自行王凯随行所带行李也是不少,看来出行的准备也是相当充足,也是符合王凯细心挤身的个性呢。 据台湾媒体《中视电子报》4月3日报道,毒舌女王小S家有3000斤,其中,遗传到妈妈独特幽默精英的徐老三,超受网友欢迎。 妈妈小S常分享小女儿的故事,每次都能引发爆笑,如今徐老三终于是正常一回。 小宝贝庆祝五岁生日,场景被范范阿姨曝光,根本不搞笑,而是梦幻的不行。 小S家的小网红徐老三迎接五岁生日,范伟奇也受邀参加,在脸书贴出多张照片,显示古灵精怪的徐老三,其实心中也有公主梦。 爸妈以她的英文名字为主题,打造爱丽丝梦游仙境风,粉丝系的布置让人看了少女心喷发。 现场还请来了人体彩绘师,在徐老三跟小S手上画上一样的大象图案,足见爸妈宠爱女儿的心意。 4月3日,范伟奇也晒出参加小S女儿徐老三五岁生日派对的美图,现场以兔子为主题,满满的童话风格,十分梦幻。 范伟奇送上祝福,还平坡斯的第二爱丽丝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韩宗Rennyman熬过节目停播危机,三日宣布添加新成员。 邀来邪星梁氏赞和女演员全昭明作为新成员,以八人形式进行节目。 不过节目曝光后却引起粉丝极大反弹,甚至有大票网友跑到二人社交网站留言滚出去。 梁氏赞与全昭明因过去参加节目的亮眼表现,被制作单位看中,将以新成员身份正式录像。 但是他们的Instagram却留下了GateArt,不要破坏Rennyman等字眼。 有此中观众认为,在Gary退出后,现在六人就已经足够,不希望加入新成员来破坏平衡。 更有人猜测,经中国宋志孝可能依旧免不了下车的命运,所以才会找两个人来替补。 话虽如此,还是有不少粉丝为梁氏赞和全昭明加油,表示很欣赏两人过往的表现,希望能因为他们而替人力们增添新的趣味。 目前制作单位已经和梁氏赞全昭明商谈过,也已取得原本六位主持人的同意。 4月3日消息,据台湾媒体报道,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在当日时间3日爆炸,至少造成10人死亡50伤的残局。 所有地铁站都因此紧急关闭,一人谢贤,谢霆锋父子日前正巧在当地录制节目,才刚回到香港就听闻发生地铁爆炸案,惊魂未定大呼,真是好险。 据香港媒体报道,谢贤前几日都在俄罗斯录像,3日接到媒体关心电话,透露正好一早才回到香港,跟地铁爆炸案擦身而过,感慨,真是好险,我们现在都害怕。 因为俄罗斯市区有很多警察,我们除了拍摄之外不敢到处走,只是出去吃饭,其余时间都在饭店。 至于在俄罗斯有没有搭地铁,谢贤表示只有一个晚上去过,因为下雨堵车,导游带我们搭地铁,地铁一爆炸就乱了,那些人真的,现在欧洲少去比较好。 但索性他跟儿子谢霆锋都没有遇上动乱,父子军安。